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军方为轻兵器射击阵地轻一色堆制白色沙包 网民狠批根本破坏隐蔽 成为吸引敌军火力标靶简直不可思议 对此 台陆军司令部今天回应 网民在现场看到的是过程 沙包完成堆制后 近日就会陆续进行伪装 与现地特征结合 据介绍 台陆军将在本月17号清晨5时30分至7时 在藩载辽地区进行年度训练 近日将有飞机 船舰及地面武器射击 海域靶区有5海里 弹道高度延伸到13000尺 雷霆2000多管火箭将参演进行实弹射击 作战区已派遣攻兵 针对大甲西南面空地完成阵地整理 清理膝床完成炮兵阵地整理 并布放清兵器阵地沙包及标靶 台网友昨天前往台中藩子辽阵地观察 发现台军放弃传统重炮射击的炮兵阵地 炮兵阵地跟雷霆2000都已往大甲西河口前沿的西床上 清兵器与迫击炮射击阵地 则在一片枯黄的地面上堆砌白色沙包 网友批评此举破坏隐蔽 且现场标靶设置与守军阵地距离不到100米 连BB枪都打得到 以贴近实战标准而言 简直不可思议 台网民批评 那个沙包规定用白色沙袋 且都一定要堆固定样式 无人机升空 俯视超明显 部队还好 一堆肯定召来敌军火力集中射击 排击炮阵地也很大 从空中俯瞰就像一个碉堡 根本告诉敌军来打这里 网民表示 强调贴近实战的操演 但阵地设置上根本没有贴近实战 军方只是换一个比较大的场地作秀 阵地实战该怎么挖 炮怎么摆 应该尽量来真的 现在解放军训练都贴近实战 台湾却还在玩过家家 真的会被大陆小死 台军官兵也无法在演训中获得经验 台军训练场地已经不够 应该多利用机会 更贴近实战去操作 呼吁在兵力悬殊下 台军能为战而逊